来看看香港的新闻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了立法会答问大会 就昨天发表的施政报告接受了议员的质询 那期间多个议员也是批评施政报告中漠视中产的权益 在发表施政报告的第二天 梁振英到立法会回应议员质询 期间有不少议员批评政府忽视中产 特首国你曾经说过你不会针对梁营唐营 希望你不要只是说固了低层的人士 忽略中产人士 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中产的作用 包括他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我们协助中产人士的方式 和我们协助基层的方式是有不同的 下去我们会同样注重中产的需要 有议员也质问 现时楼价高 租金贵 政府会不会取消高地价政策 或者实施租金管制 梁振英说政府没有采取高地价政策 租金管制的效果也只会适得其反 政府没有一个高地价政策 如果政府有高地价政策 政府不会这么落力去增加土地供应 香港上一次租管是三十几四十年前 七十年代尾的经验 和外国实施租管之后的经验是一致的 政府如果立例实施租管 业主一就会封盘 第二就会想办法叫我租客走 银行是会call loan的 就是说要业主你借了钱买一层楼 你租了出去 现在政府是租管 银行就说麻烦你 我给他通知你你立刻还钱 市政报告当中 其中一项是支柱学生到内地升读大学 有议员批评措施是不负责任 为什么你不增加资源 是开一些资助的大学的一年班的学额 你就说麻烦你回大陆读 给万五元打罚你走 我们五分之一的公帑用在教育 而用在高等教育的公帑 是占教育的总开支百分之二十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看没有人能够说特区政府不重视我们青年人的教育 今年的市政报告 政府推出多项扶贫措施 预计经常性开支会增加两百多亿 有议员质疑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负担 梁振英就说 政府开支一项量入为初 有能力扶贫 不会因此向市民加税 亚太第一位市记者刘正慧报道